美國總統拜登誓言要減少槍枝暴力事件 他警告全國要注意勢力事件在下季的危險激增 拜登在白宮發表講話時表示 他們正在打擊那些在社區和在國家做壞事和危險之事的不良分子 拜登在星期三的這次講話中 他蓋述了一項打擊槍擊犯罪的全面的政府計劃 拜登聲言對無良槍枝箱和進行承制武器走私的人採取寧容忍的態度 會確保這些人沒有辦法在我們的大街小巷兜售死亡和傷害 拜登政府將允許從聯邦刺激計劃補助金當中拿出3,500億美元 用於資助暴力犯罪率上升地區的警察部門 拜登還說需要堵住槍枝購買過程當中可以轉的漏洞 因為現在有太多不應該買到槍的人能夠買到槍 就在拜登總統發表講話之前 美國司法部部長加蘭德就說 全國各地的檢察官將會與當地合作夥伴協同工作 建立一個即時的計劃 以應對通常發生在下季的暴力犯罪激增的問題 拜登回見了一個由市長、社區活動家和執法官員組成的兩黨團體 並在之後公佈了他的打擊犯罪計劃 加蘭德,教权和這身 battle